它会展开成这样的样子 在这里的话 它其实包含着各种不同的频率 那这些频率你希望怎样 在不同的频率我的放大倍率都一样 那它这样出来的话才会刚好是这样 跟这原来的形状是一模一样 那如果这个不同频率 它放大的倍率不一样 那你的方波怎样 比较高频的地方争议比较小 那比较低频的地方争议比较大 那这时候这本来是一个方波 它就会变成会有一些失证 如果频率比较高的地方 它变化就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们会希望你的 争议的话会是保持一个固定的常数 那放大器的另外一种表示方法 就是我们后面比较常用的 大概会是类似这样的形形 在这里输入跟输出的话 会有一个怎样供点 就地电位 那在这里输入讯号主要就是加这一点 相对于地的一个电压差 那输出的部分就是这一点对于 地的电压差 那一样这里写成vi 那这边写成vo 那下标就是input 那一个是output 好 那这里就是在讲电压争议的表示的方式了 因为我在这里有一个输入的电压 那你接到放大器相对你可以把放大器看成你的负载 所以相对的他在这里会对应到有一个怎样输入电流 Ii 那输出的地方 我接上负载之后 那在负载两端的电压就是vo 那相对的在这里会有一个流出来的电流 那如果是一个线性放大器 那我们讲你希望我的天压争议就是vo 除以vi会是怎样 会是一条直线 那如果是一条固定斜率的直线 那这个斜率就等于它的争议值 那相对的在这里他就怎样 我的争议跟你的输入的电压大小无关嘛 就是刚好会是一条直线 那通常在实际上的电路的话 可能直线只有怎样 在一个小部分的电压的部分 就vi小的时候他可能是直线 那相对的大一点的话 有可能他就会怎样 有可能变大还是变小 这是看你的那个系统 好 那对于刚才的这个电路来讲 除了电压争议之外 那另外还有一些争议的表示方法 那一个是电流争议 那电流争议就是我的输出电流 跟输入电流的比值 那另外一个是它的功率的争议 那功率争议就是我的输入的功率 跟输出功率的比值 所以在这里你的power gain 就是等于Vo乘以Io再除以 vi乘以Ii 那电流争议的话是Io除以Ii 所以由以上的市值 我们知道你的power gain 会是等于你的电压争议 跟电流争议的成绩 那争议一分我们可以用数值来表示 还是用dV来表示的 那如果用dV来表示的时候 你的电压争议 它是dV的表示法是20logAV 然后电压取绝对值之后 所以这样的话电压争议如果是100 那应该对应到是几dB 会算了 40dV对不对 100hlog是等于 2 那2乘20就等于40 那 另外电流争议的话也是20logAi 那工具争议的话不一样 它是10logAV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话 主要还是怎样 我们讲它dV出来的表示是其实主要还是要表示成功率的形式了 那功率的形式 它如果是功率的就10logAV 那如果是电压呢 因为我们知道功率会跟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对不对 所以会变成20logAV 那电流也是一样 它是i平方成正比 所以会多一个两倍 这样了解意思 好 所以在这里的话 你的power gain其实就是怎样 voltage gain 再加current gain 的dB值之后怎样 乘以二分之一了 好 那我们讲一个放大器 它可以把你的输入讯号由小变大 对不对 然后它又有一个功率争议 就我的输入功率 会放大成输出功率 比如你的功率争议就是AP 那这多的功率从哪里来 就假设我输入本来这是1mV 那这里1mA 那输出变成1V 1A 那相对的我的输入的功率很小 但是我可以得到蛮大的输出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输出 主要是这样 因为我的放大器 它会另外有一些电源供应 那这些功率主要就是由这些电源 所供给的 并不是说 我这里很小的讯号进来 那透过放大器 它自然就有办法 产生大的功率的一个输出 那一般 像我们看的OP的话 它会是有正负电源 那也有些放大器有可能是单电源 那这是用正负电源的表示方式 上面这里是V正 那下面这边是一个V负的电源 那在这边V正V负 如果它有一个供地点 那这里进来的电流跟出去 下面这里 I1跟I2的电流并不一定一样 就是正电源给的电流跟负电源给的电流 并不一定是这样一次的 那如果以这样的一个系统 我们来看 就是你的 自由电源所提供的功率会是多少 就是PDC是V1乘以I1 再加上V2乘以I2 这就是正电源V1 那它提供I1的电流 那相对的负电源负的V2 提供I2的电流 所以正电源消耗掉的功率就是V1I1 那负电源的部分就是加V2I2 所以这部分是电源的部分所消耗掉的功率 那对整个系统来讲 你的家 输出的功率跟输出的功率应该是一样的 那你输出的功率呢 有电源产生器的功率跟输出讯号的功率 那这两个相加起来会等于等下 你输出的功率加上 这个是你放大器的电路 它可能需要消耗一些功率 所以这个是放大器消耗掉的功率 所以这个是放大器消耗掉的功率 好 那针对这个放大器的系统 它的效能是不是够好 那我们可以用 那我们可以用 Power Efficiency这个来定义 比如你的功率的一个效率是多少 那它是写成 ETA是PL除以PDC 再乘以100 也就是我 供给电源消耗掉多少电源 这是怎样 直流电源消耗掉了 那这些消耗掉的功率有多少是真正的用到输出端去 输出端才是有用的 那相对的电路里面耗掉的这个价就没有用了 所以你的效率值就会是 你输出的部分 PL就是负载输出那里的功率 再出以电源消耗掉的功率 那这个比值越高越好还是越低越好 应该越高越好嘛 是不是 也就是越高的话怎样 你所消耗掉的财产 有很多是到输出端去嘛 而不是消耗在你自己本身里面 好 那这个我们用下面这个example来做说明 那现在我们考虑一个放大器 那他是用正负10V的电源供应 那他如果 输出端是一个 Synosoidal voltage 就是一个 悬波的电压 那悬波的电压他有一幅的峰值 那输出的地方他输出的电压就是本来一幅的峰值 那输出的电压变成九幅的峰值 到一个1kΩ的负载上面去 好那电源的部分假设他都是怎样 他他汲取了9.5mA的电流 从Each of each power to power supply 正负电源在这里都消耗9.5mA的电流 好那输出电流 他的 风值 Input current 他的 风值是0.1mA 现在输出是怎样 1V 0.1mA 那我的输出呢 是9V 那电流多少 在这里他的负载是1kΩ的电阻 所以1kΩ的电阻 你如果有9V的电压 那他的电流最大是多少 是不是9除以1kΩ 所以他的电流最大是9mA 所以在这里 由这些我们就可以去算他的电压增益 4G10 那电压增益就是输出9V 输出1V 所以是9除以1 那这样出来的话就是9V per V 还是我们如果用db值来表示的时候 那他就是20log9 所以就等于19.1db 那这是用db表示的时候 那这本书用iohat的表示方式的话就是表示他的 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他的整幅最大值的大小 那最大值会是9除以1kΩ 所以他的电流最大值是9mA 所以这样的话他的电流增益AI Ai Ai是IO再除以Ii 就9再除以0.1 所以这样等于90 AmA 和AmA Ai 那我们如果用db值来算的话 Ai 就等于20log90 所以出来的话就等于39.1db 所以出来的话就等于39.1db PL 那PL的话是等于VORNS再乘以IORNS 所以算住mins2的时候就等于多少 你的输出电压9再除以更号2 那 输出的电流9mA 再除以更号2 所以这样算出来等于40.5mA 那你们在算的时候就是他的单位大小 要把它弄清楚了 就是 虽然这里你没有写单位出来 那你要知道这是V 那这是mA 所以AV是W 好吗 按mini要留着 那相对的输出的功率消耗呢 等于1再除以更号2 再乘以0.1是电流的部分 除以更号2 所以出来是等于0.05mW 所以这样的话 他的功率增益AP就是PL 除以PI 等于多少 40.5除以0.05 就等于810 所以AP是10log 810 就等于多少 29.1dB 那其实刚才你算出来 电压跟电流 那你电压电流相加除以2 就是这样 功率增益 功率增益 对不对 是不是一样 你如果没有算错算出来的答案应该一定一样 如果你的AP会是等于多少 AI 加上AV 2分之1 就是用dB表示的时候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他还要算什么 就是电压增益 电压增益 电流增益 功率增益 那再来算 放大器所消耗掉的功率 还有电源 电源供应器手工给的电率 功率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看你的 放大器的效率 好 那我们看电源消耗掉的功率会是 10V 乘以9.5mA 就是 正负电源他都是9.5mA 所以是10乘以9.5加上 10乘以9.5 所以消耗掉190mW 就是 直流 公给的 功率的话是190 好 那消耗掉的功率呢 就是 放大器消耗掉的功率就是怎样 你电源的功率 再减掉 输出的 加上输入的功率 以后你公给的就是怎样 电源跟输入 那这个会是等于 电路消耗掉的 加上输出到负载的 所以 放大器消耗掉的功率会是190 加上0.05 再减掉40.5 那这样算出来大概等于多少 149.6mW 所以你的效率呢 P L除以PDC乘以100 那就等于多少 40除以190 所以算出来只有多少 21.3% 好 那这样的话 他的效率高不高 算是很低嘛对不对 因为 你本来有 消耗掉190mW 但你输出只输出了多少 40.5的mW 那一般这个效率 快看你放大器的形式了 那 这个效率是低了一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放大器的饱和 那我们讲 我们希望你的放大器的输出 跟你的输出讯号无关 然后他的放大倍率是一个常数 但是刚才我们又看到 你放大器 你会有一些电源供应吗 有正负电源的供应 所以相对的 他就会有一个最大的输出 跟最小的输出 由于刚才我们看正负师傅 那你的输出有没有可能高于10伏以上 大于10伏以上 还是低于-10以下 除非在你电路里面还有一些变压的装置了 那这部分有可能他可以做升压 那电压就有可能比这个大 那下面我们讲的部分主要会是针对 放大器的部分 那那部分大概都没有提及到升压 就是变压的部分 所以你的输出会受限于你的正负电源 那一般至少会比正负电源 大概低个1伏到一点多伏了 那这个多少 其实会是跟你放大器的架构有关 那至少他一定怎样 会有一个上限跟下限 那在这里如果他的上限 我们以这个表示 就是他最大只能输出到L正这样的电压 那相对的输出最小会是L负这样的电压 所以这样的话 我如果要保持我的输出讯号不会失真 那你的输入讯号就必须受到这样的一个范围限制 也就是我的输入讯号要小于等于L正除以AV 因为你输出讯号是这样 那你再争以一个增益AV 就等于输出嘛 所以这时候输出刚好会是L正 那你输出没有办法比L正大 因为我的讯号如果比这个来的大的时候 那他就会像这个图这里所显示的 我的输出讯号如果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那在这个范围里面怎样 我的输出会是怎样 会是正常的 线性放大 那你如果 大于这个范围呢 那大于这个范围 这凸出来的部分 因为我的输出没有办法比L正大 所以他的输出就会被截掉 那就会产生施战 就是你的输出跟输出的波形就不是一样 他就不是一个等比放大的情形 那这主要是受限于你的放大性 会有一个怎样 最大的输出跟最小的输出 因为他会达到饱和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在这本书还是一般电子学里面的一些符号的表示方式 那在这里 全部的站态电流会是包含了它的直流成分 再加上讯号的部分 那全部的电流我们会把它写成小i 就正常的这个字母电流还是电压 这个是小写 然后下标的部分是大写 那这是代表total的讯号 那total的讯号有直流的成分跟小讯号的成分 那直流的成分写成大i 下标是大写的c 就是正常的字母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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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标也是大写 那这个就代表它是直流成分 那如果是小i 下标是小写的c 那这个是小讯号的成分 就是交流的成分 这样了解好 在后面课本里面 都是用这样的一个表示法式 所以相对的你看到 第一个字母的大小写 还有下标的大小写 那你就知道这是怎样的成分 好 那组合里面另外还有一个 大写的i小写的c 那大写的i小写的c 是指讯号的正符 也有小讯号的部分 iC of t 会是等于大i小c 再乘以3ωt 那ω就是它的angular frequency 所以total的讯号就是 小写下标是大写 那直流的讯号就是 大写下标也是大写 那电源的部分会是怎样 跟这部分一样 电源的部分也是直流的部分 所以它会是一个怎样 大写下标也是大写 那一般电源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这个下标的部分通常会是有两个重复的字 像VDD IDD 还是VCC 还是VEE 那讯号的部分是小写小写 那政府的部分就是大写小写 那政府的部分就是大写小写 电路模型 那放大器的电路模型 我们讲放大器 会看你的输入讯号的表示式 跟输出讯号的表示式 它会有怎样 四种形式 用我的输入讯号可以是电流 也可以是电压嘛 那你的输出也可以表示成电流还是电压 对不对 我们讲你试试看用诺顿还是台湾尼表示 所以这样的话它就有四种放大器 那现在我们用电压放大器来说明了 那电压放大器相对的你的输入是电压的讯号 那输出也是电压的讯号 所以放大器的模型我们可以用 因为你输出是电压 所以你输出端这边会是一个 带维尼的表示方法 有我们刚才讲讯号研不是可以用诺顿 还是带维尼的表示吗 那诺顿是电流嘛 那带维尼是电压 所以输出它会是用带维尼电压 这样的一个表示式 那输出的地方呢 都是用一个输入负载 就你的输入电阻来表示 有你在输入端你所看到的就是 在这里我们如果不考虑识变的部分 你看到就是一个电阻 输入主卡 那跟我们后面见负载一样 你如果是见负载 你可以给它当做一个负载电阻 就是下级的部分 你可以表示成一个负载电阻出来 好 那这个放大器我们放到一个 实际的应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放大器你的输入端会是怎样 有一个因为我输入是电压嘛 对不对 所以前面这部分一样会是一个 带维尼的表示式 所以它会是一个电压元 再串一个原电阻 就是电压元的那一组 还是前一集它的输出电阻 那接到我放大器的话 就是从讯号员看进来 放大器就是一个输入电阻RI 那在输出端 我现在是一个电压元 再串一个输出电阻 然后接到我的负载RI 那这里AVOVI的话 就是怎样 当我的输出 开路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 当输出开路的时候 这时候VO的电压是等于多少 就等于AVOVI 当输出开路的时候 你的VO比上VI的值就是AVO 他V的话是电压嘛 那A是增益 所以是电压增益 那这个O的话就是output open 所以用AVO来表示 所以用AVO来表示 好那这时候的话你的输出电压VO 会是等于多少 那以现在这个电路来看的时候 你现在这个VO就是RL上面的压降 那这个压降会是AVOVI 这个电压在RO跟RL分压 所以VO的电压就会是等于AVOVI 再乘以RO加RL分压 所以VO会是 这是代表你电压 AVOVI 然后再乘以RL加RO分压 所以你有加上负载之后 现在你的电压增益AV AV 是VI 是VI 比上VO 就是VO除以VI 那就等于AVOVI AVO 然后再乘以RL加上RO分之RL 好 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就是 这是实际上的电压增益 所以是你的开路电压增益 再乘以RL加RO分之RL 所以我如果希望这个增益要大 那你就是希望怎样 我的输出电图要越小越好 对不对 就是RO如果越小 这一项就越接近于1 那我的电压增益 就越接近于开路的电压增益 好 所以对一个电压放大器来讲 我们会希望它的输出 这部分的特性是怎样 我的输出电阻要越低越好 如果输出电阻越低 那我的电压讯号才可以 几乎全部送到输出端去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得到 比较好的电压增益 好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 输出端这边 那输出端这边 放大器它会有一个有限的输入电阻RI 所以这时候的话你的 刚才VI这个电压跟信号源电压的关系 会是这个式子 以后VI 以后VI会是等于VS再乘以RI加RS 分之RI 以后这边是VS 那它的原电阻是RS 那这里是RI 那这两端的电压是VI 所以VI的电压就是这两端的电压会是原电压 VS的电压再乘以RI加RS分之RI 那在这里一样我如果希望 我的VI 越接近VS 会越好嘛 对不对 这样表示你输入电压 几乎是原电压嘛 那这时候你希望你放大器的特性就是怎样 你这个RI要越大越好 对不对 RI如果越大 那这个就越接近VS 那你的输入端这里的电压 就几乎是等于怎样 讯号源的电压 好那中文以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overall的game就是VO比上VS VO比上VS 会是等于 VI比上VS 再乘以VO比上VI吗 那VO比VI刚才有了 是他的AV 那VI比VS 由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得到 他是怎样 这个是VI比VS 对不对 那 那 剩下的这两个是AV的部分 好那由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怎样 我希望你的争议要越大越好吗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overall的game越接近AVO 会是越好的 那他如果要接近AVO 那我们的RI跟RO的特性需要怎样 就你放大器的输入输出的特性 你会希望RI怎样越大越好 对不对 RI越大的话这一项就会越接近AVO 那RO的部分呢 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越小越好 所以如果是一个理想的电压放大器 那我会希望我的输入电阻会是等于无限大 那输出电阻要等于0 就这个越大越好 那这个要越小越好 好 那这个部分是一个电压放大器的部分 不仅乎存在的电压放大器 对不对 我就是一个游泳放大器的样子 对不对 对一个放大器来讲 就是你如果整体我要对这个输入讯号放大 还有接到负载的部分的时候 有可能你一个放大器 并没有办法完成我所要的特性 那所要的特性就是刚才讲的 我要有一个放大倍率 我要输入电阻要大一点 那输出电阻要小一点 那这些你只用一个放大器 有可能没有办法达到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需要这样 串接放大器 就你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放大器形式 那你把它串接起来 以达到我们所要的一个 争议 还有输入电阻跟输入电阻的部分 那下面这个例子就是用 三级的放大器 来接收输入的讯号 然后怎样去推动一个复杂 那这是输入源的部分 就是你一个讯号员VS 那它的输出电阻是100kΩ 那这个部分是讯号员 那这里是负载 就是我这个放大器 它后面需要推一个100kΩ的负载电阻 然后它的负载电阻值就是100kΩ 好 那现在我有三级的放大器 就这三级 那第一级的放大器在这里 因为它的输出电阻很大 所以我第一级要有一个比较大的输入电阻 这样的话它的讯号才不会衰减太多 了解意思吗 你看这三级 这个 是1MΩ的输入电阻 那这个是100kΩ的输入电阻 那这个是10kΩ的输入电阻 那我现在如果用1M 那这一点的电压跟VS电压的比值是多少 就是VIY 是不是等于VS再乘以多少 1M加上100k分之1M 是不是 所以 这样算出来会是VS再乘以11分之10 是不是 那你看我如果 如果这两级把它互换的时候 假如这里变成100k 那现在 两个都是100k 所以这一点的电压就只有VS的二分之一而已 对不对 所以显然你不看后面的放大 那你 在输入端这里本来这样 这里大概还有0.9 那就变成只有两二分之一 那相对的讯号你就少了二分之一 所以第一集在这里你要看你的 原电阻 这个如果大的话你会挑比较大的来当第一集 好 那第一集他的争议是多少 10 VIY 争议是开录争议的话是10倍 那他的输入端 那他的输出电阻呢 是1kΩ 然后再串第二集他的输入电阻是100kΩ 那你的 争议是100kΩ 那他的输出电阻一样是1kΩ 好 那接到后面这一集 那最后这一集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怎样 输入电阻 普通 可以说是比较小 但是怎样 他的输出电阻很低 因为现在我要推一个100Ω的电阻 所以你的输出电阻一定要低 才有办法把电压讯号怎样 送出去 那在这里你看他这争议怎样 几乎没有争议 以后这一集他主要不是在提供争议 而且之后怎样 主抗匹配 以后虽然这一集你看起来他好像 争议并没有对不对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集的话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没有这一集 其实你total 算起来的争议 会变小很多 好 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来看 这样的争议会是多少 也就是你的争议是 total的争议就是VL比上VS嘛 对不对 就我的输出跟你说 讯号原电压的比值 所以这个你可以把它看成 VL比上 VI3 再乘以 再乘以VI3 比上多少 VI2 再乘以VI2比上VI1 再乘以VI1比上VS 对不对 那我们看VL比上VI3是多少 这里的电压是VI3 对不对 那VL是这两端的电压 好 所以这个值是多少 小语讯号原电压是VI1比上VI3是多少 VL比上VI3是多少 0.9.9 0.9.9 0.9.9 0.9 这么快就算出来 好 那这个式子的话就是怎样 这里是VI3嘛 这是VL 所以相对的VL的电压是VI3在 10欧姆还有100欧姆之间分压 对不对 所以这是10加100分之100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多少 电机器学校最少的 是谁 那在这个笔值是多少 就VI3 VI3是这两端的电压 这个电压跟 VI2 是多少 90.9 你们都很厉害 一看就算得出来 好 这个会是100VI2 这个电压在1K欧姆跟10K欧姆去做分压 对不对 所以 这一项的话会是100再乘以 1加10分之10 那这是中间的这一项 那这一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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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VI2跟 VI1 那 VI2 VI1 会是 10 再乘以 1加100分之100 所以 中间这一项的话会是 那这一项 10再乘以 1加100分之100 那这是 中间的这一项 那前面这一项 这个我们刚才有看过了 是VS在 这两个电阻分压嘛 所以会是 100加1Mb 100K加1Mb分之1Mb 好 那把这些把它乘起来就是你Potal的争议 好 所以在这里各集算出来的是 对 VI1跟VS 比值是这个 那第一个 第一集的争议 VI2 比上VI1 是9.9 那 AV2是90.9 那 AV3的话是 0.909 这个 这个应该是 VI2 比上VS 这样 会比较合理 就 第一段输入那里的 输入电压跟原电压的比值 所以 所以Total的 AV的争议 就是 放大器这边的争议会是VI1 比上VL 就是AV1 AV2 AV3 所以这样算出来是等于818V per V 那相对的 如果用DV表示的话就是58.3DV 那如果要算到VS比上VL呢 就再把这个 乘上去 就818再乘以0.909 都等于73.6V per V 还是57.4DV 好 那电压争议算出来了 那再来我们来看它的电流争议 那电流争议是Io比上Ii 那Io的部分是 输出的电压 8除以负载电阻是100欧姆 那输出的电流是输出的电压 比上 它的输出电阻1M欧姆 所以这样算出来会是多少 AV再乘以10的4次8 所以是 本来是818 那现在是818 那现在是818 乘以10的6次8 还是 138.3DV 那AP的部分呢 AP的话就是AV乘AI 然后如果DV的话就是刚才两个DV相加除以2 就其实你这要直接带数值进去算也可以啦 还是用刚才的这个 AI跟AV来算也可以 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没有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没有我们先休息一下